大兄姊妹转来平安 我是姚希家传道 今天所读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一章29-34节 让我们一起去思想 耶稣是神的羔羊 神的乙子 施浸约翰向人宣告 耶稣就是神的羔羊 当时的人知不知道 神的羔羊真正意思是什么呢 约翰更加说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人究竟明白不明白呢 神的羔羊可以是指属于神的羔羊 亦都可以是指神预备的羔羊 而羔羊很容易令人想起 如月折的羔羊 献制的羔羊 以及先知以赛亚曾经讲过 受苦待罪的羔羊等等 或许当时的人对神的羔羊的意思 就是这些旧羔羊的概念 不过 施浸约翰所要表达的神的羔羊 他是远超过旧羔的观点 施浸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他的神学观 理应贯设反映 道就是神 因此 这道神的羔羊 其实不单止是说从神而来的 不单止是说神所赐作代罪的 更加是呈现出 耶稣作为羔羊就是神自己 正因为这个羔羊 比一切所指的更加尊贵 所以他不是仅仅背负着罪业这么简单 而是能够完完全全的消除了 所有世人和全世界的罪业 另外 这里是约翰福音第一次很清楚的记述 施浸约翰看见耶稣 并且将他的看见 转为见证 两个人当下很真实的去面对面相遇 施浸约翰忍不住 歇斯底里地向人呼喊 神的羔羊 神的儿子耶稣来了 他巴不得 个个都认识 耶稣是神儿子的身份 以及耶稣要成就的救赎工作 因为耶稣 就是他和以色列人 一直等待的主角尼赛亚 因此 整段经文的焦点在于 耶稣作为神的羔羊 神的儿子 亲自来临 这就是一切最实在 最明显的见证 从这个角度思考 施浸约翰向人宣告 耶稣来了 是一件多么震撼的事情 原来耶稣的出现 就是为了成就 神爱世人这个应许 而临格在群众里面 让人亲眼地去看见 神的同在 并且这个壮举 不仅仅发生在二千多年前 更加是一直延续至今 耶稣来到世上 进入我们的日人 的生命里面 乃是要向人去启示 一切祸患的源头 以及我们人 唯一的解决之道 不过 不少人 喜欢靠自己 寄望未来 相信人的知识 能够随着时代增长 社会就会 见处光得兴旺 它是拒绝去相信 真光做在二千多年前 就来到世界上 到底他们还需要 什么额外的亮光 去解眼前的困苦呢 到底他们还在等着 什么去拯救自己呢 难道耶稣的生命 不是他们生活的标准 完美的典化吗 除了耶稣的教训 和耶稣作羔羊的死 还有什么 更能够向人去显明 神爱世人呢 至于我们基督徒 我们明白了以上的疑惑 其实还有什么 盼望 比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 拥有祂的心思意念 因为信靠祂 而受圣灵的针 更加美好呢 面对不可知的未来 还有什么 比耶稣胜过死亡 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 这个事实 来得更有盼望呢 知证若翰 看见了耶稣 所以造证 这一位是神的乙子 带着这个眼光 我们怎样看我们现在的属灵生命 我们又怎样看自己 怎样去为主向人作见证呢 我们一起祈祷 因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降心为人 兼顾着十字架上的死 为我们众人除去罪业 如果没有了你 我们每一个人都注定走在死亡的路上 如果没有了你 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需要被神去拯救 是你亲自去和我们相遇 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重心 我们人生里面的确具 使得我们在颠配流离的时候 我们不会没有了方向 而是我们满有平安和亮光 我们为此去感谢你 求你继续去帮助我们 不要忘记神仍然亲自和人去相遇 仍然更新着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 复兴着堕落已久的世界 又教导我们要去活出耶稣的教训 学习耶稣 天天都很勇敢地向人分享信仰 普告是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义求 阿们